加油 支持者列隊給鄭育鵬加油打氣 一甩前一碗 敗選陰霾 寫少在鏡頭露臉的寶貝兒子 也陪著沿街車嫂謝票 投運這仗未能成功接棒 鄭育鵬選擇一千扛 選舉的結果雖然不盡人意 但是所有的成績 所有的因素都我一個人來承擔 台灣這部分選情可能也不太理想 是因為可能林志堅的論文和這個部分 每一個縣市每一張選票都有它的意義 那所以因素是很多重的 但桃園會輸只因鄭育鵬嗎 七月左右林志堅論文事件爆發後 從堅持不退再到林鄭肩下棚上 一連串爭議衝擊下 讓當時同黨立委高嘉瑜就說 林志堅恐怕是引發骨牌效應的關鍵人物 好好處理就是 這件事情應該可以化危機為轉機 一失五命當然是最壞的情況 但我們不希望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果不其然開票結果 如同高嘉瑜當時的神預言 民進黨的北北基桃族全都輸 同黨戰友王世堅 事到如今也不想再掩蓋敗選窗疤 從林志堅退了以後 因為少數部分人還是繼續應拗 害慘了我們整個民進黨 民進黨的作為跟民進黨的支持者 我們都是受到慈餘之殃 每一個人對選舉都會有他的見解 你不能用選舉的結果來推論 哪一個是最正確的 林志堅從自身認為 換將再到新竹棒球場爭議 引發後續骨牌接連青島 這效應意外演變綠營九合一 一失五命中盡 新新聞謝謝楊宙橋和孟哲採訪報導 水架 好 有 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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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